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進說這些 說那些 繼續我們的嘉賓劉爾達 方丈 方丈 達明一派 阿明就隔著海峽跟他說 hello 他在外邊搞個人演唱會 我又在這裡搞 當然不要讓他停 先講一下你的演唱會 我們再提醒劉爾達粉絲 我們喜歡音樂的 2月23日和24日在麥花省球場 現在不是球場的體育館 不是體育館 跳架怎樣 會不會我們負擔不了 其實我也有點擔憂 但我老婆這次出心出力 跟我差不多 我主要負責音樂那邊 另外他負責行政那邊 就做到他 負責掃錢 不是的 掃錢出去和掃錢進來都要掃錢 安排一些細節 沒錯 成功的男人後面一定有一個好的女人 你這幾十年來都會有一個好的女人 在你後面 我是有福是有這個老婆的 但我還沒講票價多少錢 講一下給我 好像兩家庭 一個900多 一張金牛牛爪一定去捧場 因為我們可以在下面還有什麼訂票 我們會在這個頻道提供大家的方便 好嗎 謝謝 八名一派就陪著我們成長 應該是由八五八六年開始的 是的 那時候 之前就是有組團不成功 我看你這本書講 第一次就說滿堂紅 第二次就要退飛 就是DLLM的時候 飛買不到去 坐在樓梯那裡 三個拍檔都欲哭無慮 是的 還有在會堂外出面 還給錢 回水 給買了票的觀眾 那是堅島明愛 是的 因為當時開的Full Concert 一是太子路明愛 一是堅島明愛 很出名 是堅島明愛 Beyond第一次演唱會 是堅島明愛 你講開Beyond 我記得你們 應該是你 那時候沒有達明一派 是你個人和Beyond同場 是的 我們曾經參加過一個叫做結他音 Yamaha 不是Yamaha 不是Yamaha 不是一份雜誌 叫做結他雜誌 他們主辦的一個結他比賽 他Beyond嘉駒獲得第一 我獲得優異獎 那時候 主要是結他比賽 沒錯 是電結他 主要是 電結他彈得好些 木結他也不錯 因為這個優異獎 等於康誠 威尼斯 除了最佳導演 最佳影片 評委特別欣賞我 就落個優異獎 所以評委特別欣賞 劉爾達 真的看不出來 在彩虹村出來自學結他 然後可以 藏龍樂虎 當時我們樂壇有很多結他高手 對 什麼Pita M 他會說 沒事 肌輪卡 做了什麼Top六 做了Jade 那些全部都一定有結他手 對 還有一些 吵一點 Heavy一點 比如說有China 那時候Pita M 就是China 有一個Donald Ashley 現在上了天堂 古王 古王 亞洲古王 李小龍就是什麼 他叫唐龍 這個我不知道 一測著李小龍 會長就來了 快點補充一下這些資料 另外 比如說 我們現在變成入屋的電視劇演員 炮哥 炮哥 都是入屋 現在他彈Bass 那時候是China 和他都有合作過很多次 好 還有 最重要的是 我在1996年出第一張個人大碟 叫做麻木 他幫你 幫我彈Bass 整個碟都是他彈的Bass 所以我們整個集體回憶到80年代 美好的年代 樂壇高手如雲 除了你那時候還未找到另一半 但已經有Beyond 有太極 有Raiders 有這些 其實Raiders還未開始有 未開始的 是我們先的 但那個比賽 例如 例如 董夏季和優異獎 拿到那些獎 每個人都入行 是錄了一張碟 叫做香港 當時 我們當時叫做Undergaan 地下音樂 地下搖滾音樂 出了一張黑膠 現在好像炒到一萬元一張 我要帶進去講解後王喬宮 我知道你除了喜歡看Sam Shaw的音樂一周 另外一份就是我老友出的KVIP 喬擺雙周刊 彩色封面印 因為KVIP的唱片公司叫做樂壹 捧了夢劇院李敏 劉文娟 我不是說錯了嗎 但她是另類 她不是保利金 EMI 不是那些 突然間忽發其想 想找些拍檔 因為你的DLLM都去了加拿大 那時候的週報 沒有收入之一 除了賣子 以外就是燈小廣告 是的 沒錯 我第一次在音樂一周 找樂手幫我和我一齊夾樂隊 才組成最初的DLLM 然後隔了幾年 DLLM沒有了之後 我就在搖擺雙周刊那裏登一個 我那時候開始玩電子音樂 因為覺得我不是一個 樂隊的材料 電子音樂可以 所以我一個人都可以 Program到一些琴 然後用琴來整隊樂隊一起 這樣就可以了 總之要Program 所以你在燈小廣告 你是找歌手還是Keyboard 找什麼 其實就是找主音 找主音 那時候都沒有想著說男還是女 誰知道黃耀明 他打電話來 第一句就說 我是商台的黃耀明 我看到你的廣告 我有興趣想試一下音 類似是這樣 因為他其實都已經認識我 為什麼呢 因為出了香港的電話 他知道你是誰 他播過我的歌 當時他有一個節目叫做明谷 明谷晚唱 你第一次面對面見到 你真的要試他的聲音 在哪裏試 我那時候在北角一個商場租了 Kiff的鬥物是北角商場 七海商業中心 是呀 但我另外在一個 富多雅樓 不是呀 那時候是叫做 不是那個 康澤花園對面的corner位 那個是 富里萊 富里萊 商場小小小的 我是北角之一民的 你熟悉的 炮台山道口 我到來 有一個朋友在富里萊 跟你學過上課 吉他還是音樂 我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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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Miris 我都不記得 我們一直跟劉爾娜說 搖擺箱 就是這些 我都儲到現在 一直希望找到你們 你登廣告 剛才達嫂說 第七十七期 我要找一下 這是第八十期 這是五十三期 這是七十八 七十八 七十年代很流行的 年輕人全部都是 回憶回來了 沒錯 你簡直是收藏家 這些已經絕種 我想是可以解僱的 我們會在這個頻道 跟大家分享 我還未開始說 七十年代的周報 到時有五箱周報 聽說是否在疫情時 收拾所有東西 你疫情就有憂鬱症 我幸好有東西 收拾所有沒有憂鬱症 試完在庫禮商場裏的studio 第一印象 都不是這個studio 即是有個槍 即100呎左右 有個位子 他帶了一些黑膠碟 當時有一些天王 所謂的天王 就是外國的 例如是George Michael 剛才那些 WAM 對 背部有一隻叫做Picture Disc 背部是MMO MMO 沒有人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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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奏音樂 拿那隻換奏音樂來唱 那隻什麼歌 那隻應該是 英文歌 我也不太記得 英文歌 然後我覺得他的聲音 嘩 很厲害 還有呢 發覺一件事 到現在目前為止 是沒有人學到他的聲音 是 你譬如說現在 明哥的歌曲 很獨特 譬如哥哥 妹姐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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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李思哲那些 是專搞笑 扮到 可以扮到 是扮不到王耀明 是的 沒錯 所以我覺得他很獨特 然後呢 我找那些 當時很出名的 那些 曲子 曲 曲 即是曲譜的 天書來的 是 看曲的 一邊叛奏 他就唱 嘗嘗廣東話 可以不可以 你懷疑他大陸下來嗎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就是 看他唱廣東歌 有什麼味道 有什麼味道 誰知道 嘩 OK 當時其實 有一個 另外一個 一件事就是 草猛也有上過來 撕音 他兩兄弟 和蘇智威 只是他兩兄弟 只是他兩兄弟 一同唱 一同跳舞 你不選人 是因為你不能跳舞 所以你放過了 是啊 我不懂跳舞 咦 咦 找到 第七期 這是你當日請人的廣告 這個廣告 真的很珍貴 緣起 百明一派 就是由這一個廣告來 沒錯 這樣說 你當日 我會給大家看 好 認定之後 都要 名字 和簽唱片公司 再來是怎樣 珍珠 我那時已經寫了很多歌 但是沒有電視 是 那時我正在教 香港第一個人教電視音樂 一學人 是 首先 有一個人 交了一個月學費 就 就沒有再來 不是 就是正日來 哦 只是交了一個月學費 是的 你不好意思 二個月還沒交 糟了 我來跟我爹 好好聊 聊音樂 聊最近搞什麼 那我就 幾朋友 他幾懂 那我就跟他朋友 誰來的 這個就是陳少奇 哦 陳少奇現在厲害了 女兒又很好 黃外軍 Natalie 老公 是啊 陳少奇後來去了 寶記做高層 是 是 之前呢 就是 我打算他上來 沒事做 剛剛我 有新歌 但是沒有人電視 要去試一下 要去試一下 因為不用錢 是 是 當然要爭取機會 是 試一下 他就寫到 越填越多了 是 是 好 有了 然後我們 跟明哥 這三個一起 明哥唱 錄起他 是 有個試音的帶 是 當年 因為明哥是 雙台人 所以他認識余貞 就是YT YT 是 YT很喜歡 是 然後 跟著 我們想 在入行 發展這個組合 你就遇到你的恩人 是啊 那時候 真的 沒得定 簡直 幫我們 改了名字 叫做達明一派 然後 有沒有忠告給你們 達明一派 簡直是做了我們經理人五濟 他沒有收錢 他純粹熱心 但我們這本書 我們這本書 余貞 YT跟你說 要達明一派 希望你們自成一派 如果你們第二天不行 就對不起這個名字 是啊 當然 沒錯 我們都很盡力地 努力堅持下去 一夾就夾了 夾了很多年 到現在也有 間中也有開 concert 是 但是其實余貞不只幫你們改名 因為他在德寶 當時是主力拍戲的 是 他在岑見我們頻道講過 他爭取了王耀明去做主角 拍攝潘元良的一個戲 第一次執導的就是戀愛貴賤 對 你真 找了王耀明做男主角 是 是 那 我呢 是 我呢 反而做了電影的配樂 就是幕後的東西 但是你有出鏡的 有啊 就是出鏡的大車 但是 好了 我們開始進入我們更多人 尤其是神州大地 認識劉爾達 都是因為方丈 因為他做戲很好笑 你第一次觸電 就是觸碰電影銀幕 是哪一套戲 就是戀愛貴賤 可以這麼說 其實呢 之後呢 我們 在達明的時期 有做過一套叫做老文 哦 我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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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過了獎 這是所有演員獲得最佳演員獎 這是集體獎 這個是 那時候是喬弘叔 那些戲 是 嘩 正到 都暈了 但是 農民應該已經是九十年代初 但是 之前 農民是有角色的 是 不同的地外季節 就是過場 是 我做家區的Fan 我是一個過氣的黑社會頭 過氣黑社會頭 反差很大 是 是 家區那時候是鼓滑仔 是 他是像 他是像 第一套的戲 就是那套正經的 是 誰知道 去到最後 就是 不如再講回 concert 內容是什麼 是 是 我們差點忘記了 你幫我們繞回去 你這個夜三夜四號 會不會有你的角色 還是 純粹 因為沒有 姚明在這裡 會不會唱達明一派的歌 絕對有 那天 那兩天 我就有四個女歌手 和我演繹所有我的作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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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位就是新一代的歌手 是 是 可不可以開名 可能可以開名 但是有一個是神秘嘉賓 這個 神秘嘉賓就是神秘開名 那些開名的 可以說來聽一下 一會兒 一會兒 剪輯給你聽誰 但是 那個可以開名 我記得給他們分享一下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但是 因為他們三代 不要緊 大家要知道 第一個就是 叫做鄭嘉賓 第二個就是 Dorothy 第三個就是 這些包包 大家明白 是 我真的不懂 不過 大家要去看 是 但是他們 唱歌 各有千秋 唱到我 因為我作的歌 很難唱的 我自己也唱幾首歌 有兩件事 是 未做過的 到時候 大家來看 知道我做什麼 太多關子 不過無論如何都會支持你的 劉爾達 剛才由農民開始 就是想牽引 因為 我都說了 大家對於劉爾達的認識 因為達明一派 停了幾年 都是 一想看那些舊片 就看到很好笑 很好笑 我就在這裡預告一下 我想最有興趣知道 周星馳 如何找到你去拍攝 那些精彩的戲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下一集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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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